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无论世界变得如何奢华 我还是喜欢减少 这已经变得和金钱 没有很密切的关系 只是一个习惯 我这样说实在是因为 奸顺的机会 其实很廉价 腐蚀即使 遍地自生 比如无论牙膏管子 多么丰满 但你只能在牙刷毛上 挤出1.5到2厘米的高条 而不是一尺长 因为你用不了那么多 你不能把自己的嘴巴 变成螃蟹聚会的洞穴 再比如 无论你坐拥 多少储柜的衣服 当暑期征人的时候 你只能穿一件 纯面的T恤衫 如果把貂皮大衣 捂在身上 轻着长满红中 热桶的飞毒 中了就会中暑倒地 一鸣无乎 减省比奢华 要容易得多 是偷懒人的好伴侣 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 和最小的花费 置敌目标 然而有三件事 你不能减省 第一件事 是学习 学习是需要费用的 就算圣人孔子 达姨解惑 也需要收干肉为力 学习费用支出的时候 和买卖其他货物 略有不同 你不知道究竟 能得到多少知识 这不单决定于 老师的水平 也决定于 你自己的状态 这在某种情况下 就有点 格山买牛的味道 甚至 比股票的风险还要大 谁也不能保证 你在付出了学费之后 一定能考上大学 你只能掀起投入 基于是 欠着婚纱的小童 如果你不学习 新娘就永远不会 出现在 你人生的殿堂 第二件事 是旅游 每个人出生的时候 都是蝌蚪 长大了 就变作 井底之蛙 这不是你的过错 只是你的限制 但你要想办法去弥补 要了解世界 必须到远方去 旅游是需要花钱的 谁都知道 旅游的好处 却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 常常需要 日积月累 潜移默化的积蓄 有人以为旅游 只是照一些相片 买一些小小的工艺品 其实不然 旅行 让我们的身体 感悟到不同的风和水 我们的头脑 也在不同风情的滋养下 变得精明和多彩 目光依次老辣 贪图 因此谦虚 第三件事 是锻炼身体 古代的人 没有专门锻炼身体的习惯 鸡一顿饱一顿 全无坠肉 生存的需要 逼得他们 不停奔跑狩猎 闲暇的时候 就装神弄鬼 在眼壁上造化 下篝火边跳舞 都不是轻体力劳动 积攒不下多余的卡路里 社会进步了 物质丰富了 用不完的热量 却成了我们 挥之不去的负担 于是 要人为的 在机器上跋涉 在充满绿器的池子里浮沉 在人造的 雪花和冰面上打滚 在焦如造作的 水泥桥壁上攀爬 这真是愚蠢的奢侈呀 可我们没有办法 只有不间断地 投入金钱 操练贫瘠的肌肉和骨骼 以保持最起码的力量 和最基本的敏捷 有没有省钱的方法呢 其实也是有的 把人生当作课堂 向一切人学习 就省了上学的钱 徒步到远方去 就省了旅游的钱 不用任何健身器械 就在家里踢剑子 高抬腿 做广播体操 就省了健身的钱 然而这也是破费 因为我们 付出了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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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知道未来 不知道未来 不知道烦恼 不知道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 时间的电影 结局才知道 原来大人已没有同样 最后的电影 最后的拥抱 我们哄着眼笑 我们不要把自己照顾好 好多遗憾无法打扰 好好生活 好好生活 好好地变老 好好假装 我已经把你忘掉 level opt这边 冷静 了 几百点 可野 大人 Zither Harp energ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